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大作是信心保證? 你講得出這句話你應該都好多年沒玩過大作吧? 又或是沒中過伏 不如今集又帶大家看看 Call of Duty 最新的新聞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幫你看看各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或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每年10月11月都是出Game的旺季 不同的遊戲作品特別是大IP多數都會選這個時候推出 而其中一部射機的作品大家期待已久的 就是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第2集 它亦在上星期推出了 它有著前作的名聲加上系列一貫以來的號召力 遊戲未出就已經成為大眾期待的對象 再加上近年叫做遊戲荒 再加上大型宣傳的遊戲真是買少見少 這個亦都成為今次玩家對這隻遊戲期待的原因之一 之前有很多遊戲我們都看過 遊戲大家覺得差可能是因為期待的落差 但今次真是好難用這個原因去幫你鬥 玩射機遊戲不少的玩家都是來自PC平台 雖然很多時候家用機的玩家都會有個歧視或偏見 就是覺得PC玩家很多外掛 這個都無可厚非 但亦都不代表你在PC玩就一定是外掛 新的COD在推出後沒多久 突然有大量玩家BOOM 被人BAN 了 有些玩家就說 我連遊戲都未開過 官方就用不同的原因BAN 了我的 account 在當日亦都有玩家向官方查詢時 官方就說 因為你用了不當的外掛程式 所以我BAN 了 一兩個 account 被人BAN 了可能是意外 但接二連三有不同的玩家都是這樣BAN 的時候 就引起了很多外國玩家在各個平台上的廣泛討論 有些玩家就說 我遊戲未開就被BAN 有些玩家就說 我玩了三兩個小時就被BAN 甚至乎有消息指 有些preorder 了的玩家 在遊戲叫做正式Launch 之前就已經被BAN 被BAN 的原因絕大部份都是說那個 account 用了外掛 有玩家亦都說 我這遊戲都未開 怎用外掛 整個情況就蔓延了整個weekend 去到早一兩天 事情終於叫做好像有點頭緒 有遊戲記者就發現 原來被BAN 的玩家大部份都有著共通點 他們很多人在電腦上都安裝了不同控制RGB的軟件 就像Logity的G Hub 又或者海盜船的iCube等等 這些軟件都似乎是COD系統 不認為是外掛軟件的原因 在我寫歌的時候 官方就未走出來解釋這件事 亦未有表示未來會怎樣處置一眾被BAN 但這些都只不過是遊戲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一部份 遊戲裏面還有大量的Bug 中文版的玩家亦都表示 有很多字是顯示不到 令到大家在遊戲的過程中都非常痛苦 玩PC的玩家亦都表示 他們不斷中Bug不斷彈Game 如果你有看之前的Game Hub 應該都知道了 Call of Duty 都是其中一部PS派系玩家最喜歡的射擊遊戲之一 我身邊亦都有不少朋友抱怨 他就說自己玩PS4版本 當你排隊進行多人遊戲時 排隊排好久都找不到場玩 身邊用PS5玩的朋友 他們已經打完一個round回來 都還未排到 再加上舊世代主機 即是PS4的loading 速度 令到不少PS4玩家都玩到非常臭 其次遊戲的實體版 亦都有很多玩家抱怨 其實完全不知他出來做甚麼 一直以來大家玩實體版遊戲 為甚麼呀? 就是打算插碟進去即可玩 不用下載甚麼 但近年有不少遊戲都是我們俗稱的First Day Patch 基本上都跟重新下載過遊戲沒有大分別 今次Call of Duty 入面 還有玩家發現 所謂的實體版可能只是一個安裝程式 因為實體版內容只有70多Mbps 然後要透過玩家再上網進行更新 有玩家就好奇了 到底出一隻實體版是用來做甚麼呢? 雖然是這樣說 但網上又有另一單奇人歧視 本身有個玩家買了Call of Duty PS5 同群包 但他送來時一打開 竟然是戰神同群包 就不知好生還是好笑 撇除這件事不說 其實遊戲的問題還有非常非常多 似乎要有一個完整而良好的遊戲體驗 大家都需要一段時間 這隻遊戲現在買不買呀? 我想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好啦 雖然好多玩家抱怨 但你打開機你都知道 如果你入到遊戲的話 其他人玩不玩到關你鬼事 大家好多人都是這樣 一魚好少理 其他負面東西不理嘍 在單人模式中 雖然有好多玩家拿他與前作作對比 亦表示今次遊戲故事好像很單薄 人物描述好像不太立體 但在種種的負評中 就有另一件事令到大家非常在意 他就是反派的角色Pelaria 他亦都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他發生了些甚麼事 做了些甚麼我們就不要起到劇透了 但他的受歡迎程度 就絕對不是單單是大家喜歡他那麼簡單 更有大量玩家就去信要求開發商 為他做一個獨立的DLC 扮演這個角色的女演員Maria Elisa Camago 早前亦都透過Twitter感謝大家的口愛 如果你已經在玩這遊戲 不妨留意一下他 不過講起Call of Duty 我想大家都會想起之前微軟打算收購動視暴雪的消息 在世界各國的不同反壟斷條例下 令到幾間公司不斷有不同的數據公開出來 而其中一個就是Sony指出 他們擔心微軟完成收購後 會令到PS平台少了一款強力的第三方遊戲作品 早前微軟的遊戲部執行長Phil Spencer亦走出來公開 他說只要PlayStation一日還在 Call of Duty 都一樣會在他們上出 甚至是希望將遊戲帶到Switch的平台 Phil Spencer亦在訪問中提到很多其他玩家留意的東西 例如Xbox平台很少獨佔作品 以及主機售價元素等等 他指出自家平台獨佔作品少這個問題 他們都有留意到 所以2023年將會是Xbox重要的一年 之前提及過的Starfield、Red4等作品都會在2023年推出 至於主機的價格方面 Phil Spencer亦提到 其實他們每賣出一部新的Xbox主機都要虧1-200美元 未來亦希望透過在營銷比較強的遊戲 又或者其他周邊去填補這個虧損 網上亦有消息說Xbox亦有以加價 不過這件事是怎樣發展都要等官方公開 如果你真的想買機的話就不妨早點買 大型新聞就講到這裏 不如又講少少相對輕厚或簡短少少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CAPCOM的前製作人小林遇行離職的消息 以為開發局戰國巴薩蘭的開發者之前被網易挖角 在早前終於有新消息公開了 小林遇行將會帶領團隊成立GPTRACK50這個工作室 他在聲明中亦提到新工作室和前東加的分別 CAPCOM在今時今日已經是一間非常龐大的企業 要開發新的元素又或者創作新的方向 要花費好多時間去說服不同部門 在新工作室他便可以全神貫注地追求自己的理念和開發新的工作 他亦提到自己有機會去到一個全新的平台 將會開發出來的作品亦都不會跟以前一模一樣 他亦提到新開發團隊大氣球的作品將會是他最擅長的動作遊戲 雖然訪問中小林遇行沒有提到遊戲開發的方向 但其實他都有所暗示 他就說對對賣戰鬼開發設定有著非常正面的評價 表示一個外國團隊竟然可以做出一部禁日本的遊戲作品 就好像他們當年身為日本團隊都開發出一部非常外國的生化危機作品 小林遇行亦都指今次開發出來的新作品 並不是打算吸引一些可能一年只會玩一部遊戲的輕量級玩家 而是想吸引一些會深入了解遊戲文化的核心玩家 當然啦,來見到遊戲正式推出就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又或者等遊戲有其他消息的時候 我再同大家報道下 近年講到遊戲,我想大家都會想到重製版 要數到大家最想玩的重製遊戲其實有兩個系列 我一直都聽大家經常講 分別是巫師系列和Metal Gear Solid系列 巫師因為真人劇的關係 令到很多新玩家投身這個巨坑 但在新季中,傑諾特就換了演員 由超人Henry Cavill 換成了雷神的弟弟Liam Hemsworth Liam其實都不是第一次演出由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 另外一部大家應該有印象有看過的應該是機惡遊戲 他當時都有份演出 而Henry之前幾季的演出 亦都令到大家看到一個大家心目中的傑諾特 可惜的就是他的離開已經成為了事實 不如我們又看看這位接班人未來會怎樣成計這個角色好過吧 講究好像講遠了 但消息指第一集的Witcher將會以Unreal Engine重製 而Metal Gear Solid 3的高清重製版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有流出的消息 之前都有人提過加拿大Verturus工作室正在處理這部作品 而上星期這個工作室就剛剛出了一條公司介紹的影片 又有玩家發現在影片中其中一個美術人員的桌上 出現了一本Metal Gear Solid的相關藝術書本 令到有不少玩家都覺得這件事是齒層層 但如果你身為一個策畫師 桌上有一本身穿羊絲的參考書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吧 不過傳聞這家東西 大家都是等下官方正式公開再算吧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看久了 其實你應該都知道 我非常沉迷一個網上的大眾創作叫SCP基金會 這個項目大約可以理解為一個大家一起共同創作的奇幻大型故事 這個系列中其中一個好多人認識的 都可以數上編號SCP-3008的一家毫無異樣的典型IKEA 它的故事大約就是由一間神秘地區中的大型IKEA 當你走進去後出口就會無故消失 裡面就會變成一個易度空間 日光的時候這家IKEA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一到晚上就會有類型的怪物 一邊口講著我們已經關門一邊追殺大家 遊戲的Store is Closed 中有著共同的概念 給玩家是一間已經關門的類似IKEA的家事店 但基於泡面設計及角色與IKEA真的有太多相關元素 而令IKEA要出律師信要求開發者修改 開發者SOAR表示他非常不認同律師的指控 但基於沒有資源與對方對抗所以就要修改遊戲 IKEA被訪問時其實他們都強調 有人對自家品牌感到興趣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亦都不希望因為不同的元素而影響到品牌的形象或商標 所以就聯絡開發者希望可以達成共識 遊戲現在就在Kickstarter 集中 還有兩天就結束集資 有興趣的大家都可以看看 今集有沒有靈魂? 有啦!OT都補給你們 中國除了是強國之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元素作為Gamer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國玩家在使用外國的比例上非常非常高 在淘寶上就出現了大量改Save的項目可以給大家買到 就連最近大家經常玩的Splatoon都有 主要改的是什麼? 改的是玩家Save的錢、裝備能力和不同的料理 如果你有玩過遊戲都知道 剛才講的東西全部都是用個乾換出來的 現在你只需要用10元人仔就可以玩到所有你想要的元素 買到你所有想要的東西 是不是很吸引? 我都覺得很吸引 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覺得吸引? 任天堂! 所以他們亦會為所有有份改Save的玩家附上紀念品 就是Bang了你不讓你上網打 所以如果利用不法途徑改過的Save 你就真的不要心存僥倖 因為任天堂幫著你的 今集的GameHub 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如果在網上見到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希治哥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咖啡